鼠标轻松点,美味在身边 大家好,这里是南妹厨房 香菜根不要直接扔了 上锅蒸一蒸 原来作用这么厉害 真的是太实用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几根香菜 洗好以后把香菜根切下来 今天我们只用香菜根 切好的香菜根放入盘中 香菜叶留着做菜吃 然后准备一块生姜 改刀切成姜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一个碗 往里面加入一把红枣 再加入一勺面粉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充分的抓洗干净 大枣从采摘到晾晒的过程中 会有许多的灰尘和杂质 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很好地吸附掉上面的脏东西 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把大枣 好好地清洗一下 这样吃起来也放心 洗好以后控水捞出来 再用另外一盆清水清洗干净 一直把大枣洗到水 变得清澈为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把大枣控水捞出来 装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所有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小容器中 加入一小块冰糖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放在一旁 接下来蒸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 然后放上蒸壁 再把刚才的容器放进来 盖上锅盖 开大火 上汽以后蒸1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关火 先不要着急打开盖子 让食材在锅里面 再焖5分钟 5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把容器给它取出来 哇 好香啊 现在就能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杯子 上面放上漏勺 把食材全部过滤出来 这个食材也不要丢掉了 可以反复使用 再煮4-5次都没有问题 这样一款非常好喝的养生茶就做好啦 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上一杯 对身体非常的好 这个饮食小技巧特别推荐给大家 香菜根不要扔掉了 赶紧试试这个做法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哟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